广式蜜汁叉烧是烧腊中我最喜欢吃的一道菜 其入口微甜 嚼一口酱香味特别的十足 具有肥而不腻 齿尖流香的特点 学费了这道菜可以开店卖广式叉烧饭 也可以作为酒店的特色菜售卖 专业厨师专业技术 大家好 我是唐光燦 欢迎您来到我的课程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广式蜜汁叉烧的做法 面前的这些材料呢 是我们在本期课程中所需的所有材料 首先是一块1750克的五花肉 这个五花肉呢 从颜色中大家可以看得出 它是用清水泡过的 清水泡制的目的呢 是为了去腥 泡制三个小时即可 五花肉呢 一定要选用回期瘦三的为最好 最好呢 是选用猪肚腩的这块五花肉 因为这块五花肉呢 皮比较薄 主材料介绍完之后呢 下面给大家介绍一下 所需的一些调料及酱料 分别是北京二锅头 东谷一品鲜酱油 老抽 花生酱 叉烧酱 海鲜酱 祝侯酱 一些蒜头 两个鸡蛋 白砂糖 用量呢 我会以文字的方式打在公屏上 方便大家截图保存 那么接下来我们按照文字上的比例 来调一个酱料汁 这个酱料汁呢 是腌制叉烧用的 首先呢 我们需要将蒜子拍散后 沾成蒜末 首先加入的是四款酱汁 海鲜酱 猪猴酱 叉烧酱 还有这个花生酱 加入这些酱汁的目的是为了在腌制的时候 让五花肉入味 而且吸收酱汁的颜色 味道也更加的香醇 滴入两三滴老抽呢 是为了上色 按照视频中的肉的重量来说 老抽的量呢 不要太多 稍微的加一点就可以了 再加入刚才粘好的蒜末 加入蒜末的目的呢 是为了增加蒜香味 紧接着我们再加入两颗鸡蛋 加入鸡蛋的目的呢 也是为了增香 加入白糖的目的呢 是为了解腻 加入白酒的目的是为了去腥 加入动物酱油的目的呢 是为了增加底味 将所有的调料 按照比例呢 加入一个容器中 用勺子顺着一个方向 将它搅拌均匀 将调制完的酱汁 放一旁备用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五花肉改刀 首先呢 先剔除五花肉的一些边角料 例如这块肉的上面呢 有一块附加的瘦肉 一定要把它去除掉 来单独的腌制 因为这块肉呢 放在上面很容易烤焦 脱落 所以呢 我们要将它卸下来 单独的去烤制 这块五花肉的长度为45公分 在去皮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从一头去除 用一把锋链的刀 一点点的向后割 没有这种刀工的同学呢 可以交给卖猪肉的老板来处理 去除猪皮呢 它会帮你整得明明白白的 当猪皮割到三分之一的位置呢 我们把它反过来 这样一来呢 我们反过来割呢 就比较容易 左手呢 也有一个着落点 下一步呢 我们将刀平移 向内推至尾部 分割下来的猪皮呢 可以用来做别的美食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将五花肉切成条 改成的长条的长度呢 是45厘米 宽度呢 为5厘米最佳 首先呢 我们要将边角修去 这样一来呢 剩余的条块 它才能完整 也就是说 先将它修正一个完整的长荒形 修下来的这些肉呢 都是可以一起烤制的 那么接下来 我们将剩余的这些五花肉 改成适当的长条 将切好的五花肉 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呢 我们将所有的五花肉 装入一个容器中 再将调好的料汁 倒入这个五花肉上面 做这个叉烧呢 非常的简单 只要这个料汁调的好 广式秘质叉烧呢 就成功了一半 用手抓拌均匀 让料汁呢 均匀的裹满肉上 抓拌均匀以后 放一旁腌制 12个小时备用 在腌制的时候呢 一定要注意啊 不要放在冷冻的冰箱了 不能冷冻啊 夏天的时候呢 放入保鲜冰箱 或者是公调房 腌制就可以了 冬天的时候呢 直接放在外面 大约腌制6个小时左右呢 它里面呢 会脱水 所以呢 我们要将保鲜膜拆开 再将它拌匀 拌匀之后呢 我们继续将保鲜膜封住 再腌制6个小时 这一步呢 非常的重要啊 好了 时间到了之后呢 我们将所有的五花肉 穿在一个铁钩上 这个铁钩呢 可以在网上购买到 可以在各大网店 搜索烤鸭炉的 叉烧挂钩 也可以用铅条 自己打制 也是可以的 将剔除下来的 所有的五花肉 挂在这个挂钩上面 下一步呢 我们来烤制 同样我们需要用到 太上老君的炼丹炉 先点火 将温度升到120度 到150度之间 而这个温度呢 和烤鸭的温度 是不一样的 所以呢 不能一起烤制 因为这个五花肉呢 它要小火慢烤 将里面的油脂烤出来 好 温度到达之后呢 我们打开盖子 将五花肉挂入炉壁中 需要烤制的时间呢 是和烤鸭一样的 大概50到55分钟之间 旁边挂制的是 蒜香脆皮鸡 这个呢 可以和烤肉一起烤的 下一期视频呢 会给大家讲解 蒜香脆皮鸡的制作方法 这个烤肉呢 我们先烤制30分钟 期间呢 我们要拿出来 刷制一遍麦芽糖 30分钟左右呢 我们将盖子打开 此时的五花肉呢 已经略显微红 下面呢 也在不断的低油 这个时候呢 我们需要用到麦芽糖 将它放在微波炉中 用中火呢 打至30秒 让麦芽糖呢 成为一个液体 这样呢 比较好刷制 然后我们用抹布 包裹住铁钩的套环 将烤肉取出 大家可以看到呢 此时的烤肉呢 是没有光泽 而且颜色呢 不是特别的亮 这也是我们在中途 刷制麦芽糖的主要原因 用一个小的细毛刷 蘸着麦芽糖 将所有的叉烧 均匀的刷上一遍 这个麦芽糖 浓度一定要厚 刷这一遍呢 麦芽糖主要的目的呢 就是为了上色 并且呢 还有增量的效果 一面刷完之后呢 别忘了反过来 我们再刷制一遍 刷制完成之后呢 下一步我们还要继续的来烤制 再将五花肉呢 重新挂入烤芽炉中 再继续烤制 20到25分钟即可 好时间到我们将烤好的 密着叉烧拿出 大家现在呢 看一下这个颜色啊 会变深 而且呢 特别的油亮 那么我们初步操作 需要注意一下几点 第一呢 就是五花肉的腌制时间 在12个小时 在6个小时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将它翻动腌制 第二呢 就是这个烤制的温度 在150度左右 需要先将壁炉的温度 升到120到150度之间 然后持续用150度的温度 烤制55分钟 期间呢 在30分钟的时候 我们拿出来刷制麦芽糖 这些呢 都是技术的关键点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就给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你百忙之中 观看我的视频 每一个视频的制作 都非常的不容易 也需要你们的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期视频再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